那是周深移植 周深移植以後 有前就必有後啊 有左必有右啊 有上必有下 還有一個左轉的地面 還有一個右轉 宇宙的現象就是這個 颱風 颱風到現在沒有看過順向 很奇怪喔 可能是 另外一個半球可能是 很順的 不可能 知道 調整自己 原因都在自己 不要去管人家 你真的是不給面子啊 我是一百就行 我一百就沒有 好 放鬆 放鬆 把你的人生的 人的載體做好 微禮 下層 才會上臨 好不要 你要打完的時候感覺 手的感覺是什麼 一定什麼 熱 這個熱 你有沒有用力 我上次跟各位講過了 人是載體 人是天地之欺之和 天地之欺之和才有人 對不對 那天地之欺 也要借人來顯現 小伙子 剛剛生出來 活蹦亂跳 像我們老頭子 越來越老 對不對 氣就摔了嘛 那小孩子起來 他有都是力氣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呢 因為我們的天地之欺 已經弱了 所以表現在 老年人是一個狀態 表現在剛剛生出來 那個小孩子 又是一個狀態 那你去想想 看到這個事情 是不是人是一個載體啊 對 你要想好 你的表現也要經過你的載體 而表現 假如沒有載體 等於說 電力公司天天有 三萬三的 六萬六 下面差不多三千的 都要倒到我們家裡 那條線不拉回來 他在開閘啊 你也沒有用啊 你沒有電可以用啊 是不是要載體過來啊 到你家 經過你的燈 唉唷 不能上 連音樂也會響 電鍋也會燒飯 就是這麼簡單的原理 聽懂啊 聽懂啊 每月的多少事喔